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了5个小时的车子 我们终于到达 这个孩子 受伤孩子 就倒在路边 骨瘦如铲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孩子 不要怕 我们送你去医院 回程途中 我们看到好多流浪狗 拿一包饲料给他们吃 他们饿成这样子 让我们看得很心疼 每结诈的孩子 一起回家结诈吧 流浪已经很可怜了 还没换可以吃 这个孩子 我们给他取名红叶绍棒 我们希望这个孩子 以后就会在糖果物 见他们长大 在糖果里面 可怜孩子体重 竟然不到9公斤 停血 那他那个伤口应该有一段 蛮长的时间了 我觉得应该至少 三个礼拜以上 三个礼拜 三个礼拜 要帮他截肢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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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见 我先来到了 本期见 北千里